一旦你得到薪金 然后你得到你的钱 然后你会愉快 在职业生涯中 我们经常会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 让我们来听听大家的看法吧 我一定会选择第二个 因为这些东西都需要钱 所以你必须要努力 每个人选择一点 然后做不想的工作 我愿意做一些我感兴趣 有兴趣的 比较比较 兴趣和钱之间做很凉 因为如果你没有兴趣 你做同一个工作很闷 就是你没有任何动力 我感兴趣 就是 我感兴趣的工作 像游戏 你知道吗 或者 主要有权的 我可以去搞 我有兴趣的比较 工作是不严重的 我没有兴趣的工作 是不严重的 因为 你一旦得到资料 然后你得到你的钱 到最后你会愉快 有的人更看重兴趣和热情 而有的人则重视收入和经济安全 这没有对错之分 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点 那么你们的选择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